拉萨尔20中6仍自信 胡人队首发阵容该调整吗 哈姆直言不会让拉萨尔替补 NBA季后赛 胡人队在客场不敌绝金队 遭遇系列赛开门黑 得安吉洛拉萨尔表现低迷 他出战41分中 20投6中 3分9中1 仅得到13分3助攻两抢断 拉萨尔赛后仍对自己非常自信 他直言能获得20次出手机会感觉很好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 有时只是手感不好 但他此意很专注于防守这类细节 胡人队后卫线遭绝金队完爆 拉萨尔与里夫斯都表现低迷 文森特受犯规困扰只打不到8分钟 而丁维迪打了13分钟也没存在感 外界很多声音认为 胡人队该调整首发阵容 不能让拉萨尔和里夫斯同时首发 对于外界质疑的声音 胡人队主帅达尔文哈姆利挺拉萨尔 他直言自己不会因为拉萨尔一场比赛表现糟糕 就让他去打替补 毕竟是拉萨尔帮助胡人队走到目前的位置 哈姆还表示 这只是不属于拉萨尔的夜晚 但球队希望拉萨尔能继续打出侵略性 甚至要不属于拉萨尔的夜晚 甚至是队伟全 patron